第二场台北市第八届市长选举公办政见发表会登场 没有辩论或第三方提问 12位候选人各自拥有30分钟可以畅所预言 萨喀都中最先登场的是黄珊珊 她主打温情攻势 呼吁摆脱蓝绿恶斗 政党现在诉求的都叫做赢回政权蓝绿归队 他们只想蓝绿归队 他们把选民当成私产 但是人民并不欠他们 这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是摆脱蓝绿恶斗最有机会的一次 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 彻底改变台湾政治生态的伟大革命 萨喀都第二位登场的是陈时中 她左批蒋万安戏骨经验是孤民钓鱼 右批黄珊珊自称极战力 既然刻归黄髓 那随便谁当市长都能拥有极战力 当大家戳破了她没有所谓的戏骨经验 而且戏骨的经验就是一个求职的经验 也没有所谓她常常讲的一个新创 辅导的一个经验 只是在中资辅导里面 做了一些相关很基础的事情 什么都不用变 是不是让台北的市政满意度 永远维持在后段班 我想这是民众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情况 最后上场的蒋万安 批评过去八年台北丢掉光荣自信 强调自己有决心 可以打造连能效率的政府 让所有市民在台北好好生活 过去八年台北丢掉了光荣 少了自信 更缺乏活力 但是我想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热忱 我有决心 有魄力 透过思想发展 五大中心 打造一个连能 有效率 服务型的政府 候选人各自阐述证件 全力催票 究竟谁能够入主首都市长宝座 十天后就能见分晓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